第五十回 公保鸡丁 奇迹 好一个肉嫩滑 辣椒裂 花生脆 今天做到文明中外 以冠明命名的名菜 那就是四川总督丁宝镇所创的 公保鸡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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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道香辣嫩滑 让人满口生津的公保鸡丁就好了 这道菜自开创以来 以其美妙的滋味名扬四海 受到无数时刻的热烈追捧 甚至创新衍生出 令老外赞不绝口的海外版本 这是我第一次做 虽达不到专业厨师的水平 但尝起来还是很有那份滋味的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里特 美食亦如此 一千个人手里也有一千种公保鸡丁的滋味 或许这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美食江湖无纵情 明朝相逢是哪到 欢迎订阅我的美食频道 谢谢